好那明杰這個週末 美加軍艦穿越台灣海峽 可是中國的軍艦真的非常的挑釁 對在6月3號 我們看到這一個美軍 例行性的以致有航行的方式 那穿越台海那一艘 中雲號DDG913伯惠吉的這個驅逐艦 加上這一次比較特殊的是 加拿大的這個蒙特羅號的 這一個巡方艦 也加入穿越台海的這個陣容 那不過在穿越台海的過程中 那居然發現原本 在負責跟肩這兩艘 這兩艘美加軍艦的解放軍 一艘052D的驅逐艦 那突然從這個中雲號的左弦加速 其實我們畫面上看得非常清楚 他以橫切的方式 直接阻擋這個中雲號的這個航路 那等於說全程都被 在這個加拿大軍艦上面的 這個加拿大環球新聞 拍的一清二楚 而且雙方的距離 其實是在中雲號緊急 減速的情況之下 那距離只有大概150碼的距離 也就137公尺 那這樣的一個危險的挑釁動作 在台海絕對是第一次發生 過去海上 中美雙方的軍艦 這種相互逼近的狀況 過去在南海是曾經出現過 因為中間比較著名的就2018年 當時解放軍也是用 蘭州號的這個驅逐艦去逼近 也是用橫切的方式 逼近美軍的這個迪凱特號 那一次也引發軒然大波 那在早之前甚至用 這個昆仁3號這種兩棲的登陸艦 也同樣擋在美軍 考本4號前面 不過過去都在南海 現在竟然已經延伸 擴階到台海 也用這樣的一個挑釁跟威脅動作 在逼迫美軍 干擾跟阻擋他的去路 不過我們看到美軍 並沒有改變他的航路 他只是這個減速 他沒有因為這樣被迫轉向 也就是說美軍 並沒有因為這樣退讓或退縮 那這樣的一個危險的動作 如果搭配先前5月26號 美軍的公布 那一架所謂的這個殲-16 那逼近美軍的RC-135偵察機 其實那個地方 雖然美軍宣布說是在南海區 其實當時應該這架偵察機 是在監視這個解放軍的三東艦 即將要穿越台海 所以離台海也非常近 換句話說 類似這種威脅跟挑釁的動作 已經升高 這一個對美國這樣強硬的動作 從南海已經擴及到台海 那背後他的主要目的 其實是配合 現在這兩年來 經常性的對台灣用基建 來進行挑釁跟騷擾 其實主要目的 我們過去分析過 他企圖用這樣的方式 先這個對台海先控後鋒 也就是說他現在要掌控 台海的這一個勢力 那未來必要的時候 他要封鎖台海 那過去來講 當然美國軍艦 每個月例行通過一次 他還不敢主導 但這一次 竟然做這樣的大動作 表示他的這個動作 已經有所升級 那目的 當然是企圖用這種恐嚇的方式 那逼退美軍 讓他撤離台海 不過我們看到 實際上這樣的一個意圖 絕對會適得其反 也是絕對是反效果 因為本來目的 是想要把台海內海化 但是這樣的動作 危險舉動 反而會讓這個台海問題 加速國際化 所以除了這一次 加拿大軍艦也參與之外 其實加拿大也同樣 跟美國相同的立場 講說這個他絕對無所畏懼 而且未來也會持續穿越 那還有包含像現在連德國 也表明說 他這個明年即將要派兩艘的軍艦 也要到印太地區巡弋 那加上先前包含像英國 還有包含像法國 現在也有類似的動作 那未來有可能有更多的國家 都會在美國的集結之下 同樣持續在台海進行穿越 那美國國務部長奧斯丁 這兩天面對這些 中國這些挑釁咄咄逼人的動作 已經對外明言講說 美國絕對不會退縮 而且他已經一再強調說 台海的和平 因為是屬於這個全球的航道 而且關係到這個全球的供應鏈 非常的重要 所以未來他絕對 美軍絕對在這個區塊 不會有所退讓 那除了這樣的一個 這個言論上的宣誓之外 那當然更強硬的言論 還有包含像印太司令阿基尼 如果其實前一陣子 在美中關係委員會 直接對外強調說 那當然美軍如果今天 沒有辦法避免戰爭情況之下 絕對會力求戰勝 而且如果中國一旦開啟戰爭 的情況之下 要結束戰爭 只有美國說了算 換句話說 美國會打到 這個他求勝為止 那這樣的一個 準備戰鬥的動作 持續在進行 那當然最近我們看到 這一個部署 在這一個印太地區 包含像先前 我們陸續談到說 第一島鏈的這個結合 從日本 菲律賓 南韓 到這個澳洲 那甚至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其實都在軍力部署上面 進行所謂的大包圍的戰略 不會只有局限在台海 跟共軍在台海 在這個小區塊這裡玩 那這大包圍的戰略 中間還包含像 美軍其實近期 那他在這一個 兵力部署上面 採取分散的方式 等於說分散到各個 所有的這個印太的小島 那從第一島鏈 甚至菲律賓 新獲得的這些 可以使用的基地之外 第二島鏈的關島 甚至第三島鏈 也在全力部署 連這個關島附近的天陵島 都有 相關的武器 跟這個兵力進駐 那這些目的 都在讓這個解放軍 透過他數量增加的導彈 沒有辦法 獲得致命性 跟決定性的打擊 也就是沒有辦法 攤劃美軍在亞太 兵力的這些部署 那這個部分 當然還有這個華爾街日報 就特別強到說 這樣的化整圍林的方式 就是在因應 所謂的這一個台海有事 那還有包含像 近期日本 連愛國者三行 都部署到西南諸島 包含像離台灣非常近的 宇納國島 石原島 甚至宮古島 那當然對外 是強調說北韓 因為要這個發射衛星 不過 實際上在5月31號 日本共同社就發現說 那真正北韓打衛星的時候 日本的這愛國者三行 飛彈發射車 並沒有出動部署 而且進行所謂的攔截的狀態 那當然日方是講到說 可能因為當時有颱風經過 那並沒有這一個 實際用愛國者三行來攔截 不過實際上 這個日方的這個媒體觀察說 這一切都是為了因應台海有事 那針對解放軍海上跟空中 越來越多的挑釁的動作 當然這一個 美國內部有非常多討論的聲音 包含像這個艦艇的數量 是不是未來可能會不急於 解放軍這快速打造的數量 那CNN就報導說 解放軍現在有340艘的 這個海上艦艇 那美軍可能不到300艘 在這個造艦速度是 這個中美是3比1的情況之下 可能2040年 可能這個美中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那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是不是可以考慮 美國直接向日本跟南韓採購 這個海上的艦艇 包含像他舉例說 如果今天是美國打造一艘這個伯克級 像包含像這一次這種中雲號 這種所謂驅逐艦來講 大概20億美金 但是日本打造的摩耶級 其實也是神盾戰鬥系統 上面同時有96具的這個VLS 垂直發射系統 那他的造價只要10億美金 是美國打造艦艇的一半 那如果用這一個最新的最上級 這種所謂的這個護衛艦來講 上面雖然只有16枚的垂直發射系統 但是他的造價只要3億美元 相當的這一個便宜 所以換句話說 除了先前 這個對日本已經可能採取說 包含第七艦隊艦艇 交給日本的這個船廠來維修之外 現在也傳出說 有可能跟日韓來採購軍艦 這樣的一個構想 不過整個這一個李尚福 在這一個挑釁動作之後 竟然還反而 這個如同我們這個形容 叫做打人喊救人 自己去干擾美軍的航道 但是現在講到要求美國自己管好 自己的飛機跟軍艦 這種情況之下 看起來巨壇又一方面 又升高雙方的這一個 對彼此的這一個威脅動作 非常有可能會造成這個未來 雙方第一螺旋持續上升 當然更擔心的是 這個有可能會讓彼此擦槍走火的 可能性也會越來越大 好我們稍後回來